小说 丹武双绝 作者 飞翔蜗牛 第2101-2120章 丹武双绝 第2101章 到底藏宝地点 我们当然会把毒魔消灭 秦明点头 但除了杀毒魔之外 我们还能做很多有意义的事 可不能把灭毒魔作为人生的第一目标 一旁的连狱也知道秦明的担心 试探地问到米贝 你为什么这么渴望杀毒魔 米贝道只有杀了所有毒魔 天龙世界才不会有人像我一样 所有的舞者都能安居乐业 世间没有仇恨 文言 连玉和秦明都沉默下来 原来这就是米贝的心愿 是多么的单纯 这么好的孩子 怎么可能会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秦明摸了摸米贝的头 沉生到米贝 这个世界到处都是纷争 就算我们杀了所有毒魔 也不可能没有仇恨 为什么 米贝不懂地抬起头 疑惑地问道 在他的世界内 除了毒魔之外 就没有看到过特别可恶的人 似乎这个世界 每个舞者都相亲相爱 哪怕有贪婪的舞者 也会适可而止 并不会害人性命 为什么 秦明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米贝一生都被家族保护着 根本没怎么接触外界 他从来没不知道 舞者为了修炼 为了得到更多的财富 能做出何种没有下限的事 在他看来 已经很讨厌的事 可在秦明眼里 这并不算什么 米贝从来没有见识过 人世间最丑陋 秦明没办法回答 只能让他亲眼见到 只有这样 他才能体会 这世间的丑陋 才知道保护自己 阿尔旦秦明又有些担心 若是见了世间的丑陋 让米贝对世界丧失了信心 该怎么办 米贝 这个世界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秦明指着天空的太阳道 就像太阳一样 他带给了世间光明 可在看不见的地方 一样有着黑暗 黑暗与光明密不可分 也因为黑暗的痛苦 我们更珍惜光明 看着天空 米贝若有所思 众人说说笑笑 终于到了离开的时候 什么 你打算一个待在这里 在离开时 蓝星居然提出一个人待在这 米贝惊讶不已 为什么 你不再薄膜承重 连狱也是劝道 你若是一个人 碰到坏人怎么办 蓝星面带柔和的笑容 这里很隐蔽 不会有人知道 我在里面的 不管众人怎么劝说 蓝星还是坚持独自住在这里 无奈 众人只能任由蓝星的选择 秦明从怀中掏出一个空间戒指 并把一些生活用品装在其中 秦明空间戒指很多 有杀毒磨得来的 有个大家族送的 拿出一个空间戒指 并在里面装满了原石 以及无数的食物 送给蓝星 他在这里生活也方便一些 结果秦明的空间戒指 蓝星赢赢一败多谢秦少爷 这里土壤肥沃 山水清澈 在这里居住 不会缺少食物 没人打搅 我刚好可以沉下心来修炼 闻言 秦明朝着四周看了看 这里土地确实肥沃 以这里四季如春的气候 种一些菜很容易 但最不方便的 其实是一个人住在这里太孤独了 单五双绝 第2102章 张义 若蓝星年纪很大 他想一个住在这 秦明不但不会劝阻 还会十分支持 可年纪轻轻 就选择隐居 他能坚持下来吗 这里可不比城池内 除了这里 不行的话 到伯墨城 以蓝星的速度 最少需要十五天 对他来说 路途遥远 无数的危险 都能要了他的命 无奈 蓝星自己想要在这里 隐居 秦明也无法干涉 只能多留了些资源 他甚至把天极 到焦急的修炼的完美丹药 都留了下来 这些丹药 足够蓝星修炼到焦境 希望他到蛇镜之前 都不要离开这片山谷 蛇镜之下的舞者 在外面行走 十分不安全 这个山谷 虽然隐蔽 也有一定被发现的可能 秦明想了想 从空间戒指中 拿出一叠印符 我在这里布置一个 阵法吧 蛇镜之下的舞者 就算路过 也不会发现里面 说着 秦明拿起印符 在山谷门口处 布置了一个幻阵 舞者进入幻阵 会不知不觉中 偏离方向 不过 这阵法 对焦境强者 没有丝毫用处 布置好之后 秦明又教导蓝星 怎么运转阵法 以及怎么补充原始 一切安排好之后 也到了秦明几人 道别之时 秦少爷 多谢你的帮助 蓝星 盈盈一败 满寒泪水的 看着秦明 他不知道该如何 感谢秦明 只能把他的恩情 记在心中 这些感谢的话 说起来是那么的苍白 灭了一整个 独魔铸地 哪个铸地 就是他的仇人 就算把他卖了 也换不起一丝恩情 而秦明点点头 接受了蓝星的道谢 我们离开了 你要一个人 好好照顾自己 米贝牵着蓝星的手 说着道别的话 和自己同命相连的蓝星 却没有自己这般好运 最少 秦明哥哥会 不离不弃地带着自己 而蓝星呢 他只能孤苦无依地 守着山谷 这里景色虽然很美 可总有一天会蜜 也许 对于蓝星来说 这里从小看到大的景色 已经看腻了 连玉没说什么 拍了拍蓝星的手背 抱了抱他 转身离开 对于蓝星的选择 他很能理解 现在的蓝星 已经举目无亲 在哪里都是孤独 也许守着花花草草 他内心能更平静些 众人挥手道别 迎着灿烂的阳光 离开了山谷 望着秦明离开的背影 蓝星不知不觉中 已经泪流满面 他站在原地 久久凝望 想要不顾一切冲出去 可想到自己的实力 最终只能自卑地待在原地 他实力低微 连飞行都做不到 出去只能成为秦明的负担 他不愿意成为负担 不愿意成为累赘 总有一天 我能帮到你 那时候 我会离开山谷 他之所以留在这里 是与他功法体制有关 宗门的名字叫蝶兰门 功法的名字叫蝶兰 随着宗门的覆灭 蝶兰门将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谁也不会知道 蝶兰门其实千年之前就已经存在 并在与独魔的战斗中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丹五双绝 第2103章 我宗门的宝物 秦明哥哥 我好累 可不可以休息一会 就一小会 米贝弯着腰 拖着疲惫的步伐 连连喊泪 他们已经离开蓝蝶山 有13天了 这13天 秦明等人都是不行 米贝感觉自己脚 都快磨破了 很想坐下来休息 见到米贝真走不动了 不是因为偷懒 秦明点头到那 我们就在这里休息一会 一听说可以休息 米贝顾不上脏 直接躺在草地上 他实在是太累了 都感觉有些晕乎乎的 秦明旁边的连玉 也感觉有些累 坐在一块大石头上 不错 秦明拿出空间价值中的果点 封个两人吃米贝 你现在的耐力 比以前强了不少 看来这次不行收获很多 秦明 米贝的优势在飞行上 你为什么要让他不行 连玉疑惑到 米贝的实力还没他强 可飞行速度 他远远赶不上 照理来说 一位舞者 应该是锻炼自己最强的一方面 没有舞者能够面面俱到 除了秦明这个怪胎之外 所以 按照他的意思 米贝只需要锻炼自己的飞行实力就行 他们都是舍近舞者 锻炼步行能力 又不能增加战斗力 秦明解释到你不懂 走路能够锻炼人意志力 你可以发现 其实有成就的舞者 意志力才起到决定作用 多少背后有势力 资源丰富的舞者 就因为意志力不行 最终成就有限 又有多少舞者 没有丝毫视力 却是凭借着意志力 攀登到舞蹈巅峰 能达到舞蹈巅峰的舞者 意志力极其重要 米贝意志力太差了 嗯 连玉回想 见过的一位位实力强的舞者 他发现 还真是这样 秦明继续说到千年前 那时候舞者们与独魔战斗 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舞者的意志力 极其坚韧 所以 独魔被击败之后 很多舞者突破舞蹈巅峰 前往其他世界 而这千年 又有多少舞者 能够突破舞蹈巅峰 现在的资源 可是比千年之前 要丰富得多 千年前 因为要与独魔战斗 多数资源 都用在了战争中 能用到修炼的资源极小 现在无数势力资源丰富 又没有外敌侵入 反而龙境强者越来越少 整个天龙世界 大多数龙境强者 都是千年前的 可 龙境强者 寿命也有限 他们现在都垂垂牢矣 战斗实力严重下降 独魔再次卷土重来 他们能起到的作用极小 为什么独魔不等一段时间 等千年前的龙境强者都死了之后 再发动战争不好吗 忽然 一个疑惑在秦明心中 难道 独魔杀害天龙世界舞者 自身能有收获 想起小世界的经历 秦明心中猜测 独魔为什么要战争 要统一整个天龙世界 是为了这个世界的资源吗 绝对不是这样 独魔可是至尊世界的存在 已经达到了这个世界的巅峰 他们要资源有什么用 丹武双绝 第2104章 天崩地裂 难道是担心 有人能从其他方面 突破至尊级 怕有人威胁自己的地位 这更不可能 至尊世界一个有6个 其他5个至尊世界 应该与独魔至尊世界 是敌对关系 既然5个至尊世界 都不能把独魔怎么样 那多一个至尊世界 估计威胁也不会特别大 再说 无者想要达到至尊级 真的那么容易吗 从古至今 只有6个至尊世界 就能说明一切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独魔在谋夺天龙世界 某种极其珍贵的东西 很有可能 就是这个世界的根基 能让至尊世界都眼馋的东西 绝对不普通 秦明想来想去 觉得 只有天龙世界的根基 估计才是他们看得上眼的宝贝 到底是不是这样 秦明也不能确定 这些都是他的猜测 毕竟 站在世界巅峰的存在 他们在想什么 秦明怎么可能猜得到 不管独魔想做什么 我绝对不能让他得逞 他的行为 让武者势力灭亡 让很多小世界生灵涂炭 不可饶恕 虽然不知道 独魔想要做什么 但只要破坏破坏他的目的就行 不是想统治天龙世界吗 他就把天龙世界的独魔 清理干净 总有一天 他要杀上至高世界 秦明正与连狱聊着 忽然从旁边窜出四位舞者 见到秦明几人 愣了一下 连忙拔出兵器 警惕地打量他们 大哥 他们应该只是地势 你看他们几人 明显是长途跋涉 光头像打量猎物一般 看着连狱和躺着的米贝 至于秦明 已经被他们忽视了 听到光头舞者的话 秦明淡淡笑道 你们还是滚吧 别打我们的主意 这几人 明显不是干截道的 只是看他们人少 又没有飞行 以为他们实力很差 所以想捞一票 在野外 这样的事 时有发生 所以 实力差的舞者 千万不要单独出来 这些日子 秦明也不是第一次碰到普通舞者了 开始秦明还有闲心沙 后来发生的太多了 秦明连身权的心情都没有 呦 穿着黑衣 似乎是他们领头的男子 上下打亮秦明一番 面色猙獰到小白脸 这种时候 你还逞英雄 真是不想活了 看到四人向自己等人围过来 秦明揉了揉拳 摇头叹息到是你们找死 下辈子做人 眼头亮点 说着 秦明气势猛然放出 朝着四人笼罩 烈焰化成红色的拳套 覆盖手掌 就在秦明出手之际 四人干脆利落地跪了下来大人 小的有眼 不识泰山 求你放了我们吧 我们再也不敢了 这时候 米贝已经休息好 他摇摇晃晃站起身 这群人太蠢了 没看见我们的穿着 不是其他舞者能比的吗 连这点眼力净都没有 能活到现在 说着 米贝还摇头晃脑 样子可爱极了 扑痴 见到米贝一本正经的模样 连玉忍不住笑出声来 米贝这段时间 却是成长了很多 最少 看人这块 他比这群人有眼光多了 单舞双绝 第2105章 大阵 这段时间 他们在外行走 碰到了很多舞者 大部分 见到他们的打扮 就恭恭敬敬地打招呼 逃命一般地跑开 这是常年行走野外 极其有经验的舞者 甚至 专门做劫匪的舞者 见到他们 也是绕着走 只有那些蠢货 不知死活 来打劫他们 现在 他们又碰到蠢货了 不过 这群舞者 还不算蠢彻底 见到他们实力强 立马就服软 秦明被这四个舞者都逗笑了 刚刚一副天第一 第第二 自己第三 一副不可一世的模样 现在却是干脆跪下来 磕头 看四人整齐一化的样子 很有可能 他们以前也碰到过硬茬子 也对 连这点眼力镜都没有 碰到硬茬子 再正常不过了 要我放了你们 也不是不可以 秦明淡淡道 但我为什么要放过你们呢 对我有什么好处 现在是休息时间 闲着也是闲着 逗逗这几个蠢货 秦明不是杀 特别是圣血内 有凶性之后 他就有意地控制自己的杀意 这几个舞者杀不杀都是一样 秦明是打算放过的 不过 在此之前 要让他们得到教训 听说秦明打算放过自己 四人大喜 可有听到后面的话 四人脸色发苦 领头的那位舞者 朝着身后跪着的几人 说了几句 而后把身上所有的财物 都掏了出来 其他人虽然不愿意 但还是苦着脸 把身上的财物也掏出来 大人 我们身上只有这些了 全部小敬明 光头舞者 稀济地看着秦明 看着秦明面上表情 没有任何变化 又把头转过去 对着米贝说到求求小姐 我们不识好歹 有眼不识泰山 冒犯了仙女 求各位把我们当成一个屁 放了吧 我们这是第一次 保证再也不敢了 哼 你们太蠢了 活在世上是浪费粮食 米贝抬着头 不屑道 他知道 秦明会放过他们 故意再吓唬几人 于是故意配合 秦明挥了挥手 一阵元气旋风 直接把地上的财物卷起 散落满地 这点东西 我看不上 还有什么珍贵的东西 快点拿出来吧 若是没有 你们几人就可以去死了 说着 秦明身上聚集元气 一副要动手的模样 被秦明这一下 四人三魂丢了两 已经能够确定 确实是踢到铁板了 就刚刚年轻人露的这一手 明显就是一位蛇镜以上的强者 这样的人 挥挥手就能杀了三人 也不怪他们 起了歹心 谁叫秦明几人 一副风尘仆仆的模样 两女长得又好看 这四人 除了想劫财之外 心中多多少少 有点龌龊的想法 又觉得 女人实力 终究比不上男人 以为好欺负 谁知道 看着强者 似乎真要动手 杀了他们 几人 吓得额头冒汗 对方这么强 自己就像蝼蚁一样 杀了也就杀了 现在该怎么才能 救自己的幸免 几人挖空心思 想着自己 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单舞双绝 第2106章 白白了 一步 两步 秦明慢慢地向着几人走去 无形的压力 让其中两位舞者 直接软瘫下来 这年轻人 实在是太可怕了 没有干什么 就这么看着他们 慢慢走过来 几人就感觉有无形的杀气 正笼罩着 这年轻人 到底杀了多少人 不 不管杀了多少人 都不应该有这么强的杀气 他一定是杀过强者 几人感觉自己下一刻就要生死 哪怕是跪着 双腿都直哆嗦 当然 我有一件宝物 这时 光头舞者 忽然像是抓住救命稻草一般 大声道 秦明淡淡道 宝物 什么宝物 几个实力这么低的舞者 能拿出什么宝物 秦明根本没抱什么期望 大人 光头舞者举起一张兽皮 大声道我们有印宗的藏宝图 我相信大人 得到藏宝图之后 一定能找到印宗 得到他们遗留下来的财富 印宗 秦明疑惑不解 光头舞者煞有其事的模样 似乎这个印宗很了不起 见到秦明疑惑 一旁的连狱解释到印宗 十万年前的大宗门 传说统一过整个天龙大陆 宗门印福造诣极高 现在所流传下来的道元祭 大多是印宗制造的 印宗不知为何 一夜之间消失不见 同时 有无数的藏宝图流传出来 所有舞者都想要得到藏宝图 得到印宗的财富 当然 那些藏宝图都是假的 一直到 现在 印宗总部位置都没被人找到 万年之前 就存在的宗门 现在大多数道元祭 都是印宗流传下来的 秦明听到这些 有些心动 可又听到后面的话 顿时明白 印宗估计是真实存在 但藏宝图是子虚乌有的事 印宗这么强大的实力 如此富有 若是有确切的地址 肯定早就被人搜刮干净了 哪里还会等着他 所以 这份藏宝图 实诚实是假的 听到漂亮女人揭穿这份藏宝图 光头大汉 挤了我的藏宝图 一定是真的 这一次 可是有无数舞者 正在照着 这份藏宝图寻找 它一定是真的 文言 秦明语气中带着怒意道 也就是说 这不是真正的藏宝图 你是你们临摹的一份 这份藏宝图已经传遍了 是 光头舞者知道瞒不过 只能承认不过 这藏宝图一定是真的 为了这张藏宝图 我们兄弟几人 可是付出了极重的代价 藏宝图留下 滚 秦明不耐烦的道 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几个实力低微的舞者 能付出什么代价 是 是 听到秦明大发慈悲 让他们滚 几人大喜过望 把兽皮放下 几人连滚带爬的 离开了这个 让他们梦魇的地方 见到几人狼狈的模样 米贝轻轻笑着 捡起地上的藏宝图 这材质一看就知道 藏宝图一定是假的 以米贝的见识 见过无数宝物 这低阶兽皮座的藏宝图 根本不可能保存万年 丹武双绝 第2107章 被关在外面 也就是说 这藏宝图 是后人临摹下来的 更大的可能 是有人瞎话的 米贝随意地看了几个地方 指出来到这整个藏宝图 明显是在一片绿树如荫的丛林 而藏宝的地方 却是寸草不生的沙漠 这怎么可能 沙漠怎么可能在丛林中 哪怕再蠢的人都知道 沙漠是一大片 一大片的 小片沙漠 往往会被丛林吞没 大片沙漠 往往会把丛林吞没 丛林与沙漠 是不共存的 那么 我们就去找这宝藏吧 秦明没看藏宝图 说道 什么 米贝一愣这藏宝图 明显是假的 我们何必浪费时间呢 秦明笑道 虽然这是假的 可有无数武者过去 我们为什么不参与进去呢 我不在乎宝物 就凑凑热闹也好啊 说不定我们能碰到几个毒魔 秦明义荣的道元祭 经过这段时间的尝试 已经彻底掌握 所以现在米贝和连玉 都轻微地改变了模样 气质更是大变 现在就算熟悉他们的人 不细看 也认不出来 毒魔就更加不可能了 所以 现在他们在暗 而毒魔在明 这才让秦明动起了杀毒魔的想法 现在要多让米贝见血 只有这样 他才能彻底地成长起来 以前 有凤家 在照顾他 可能不需要成长 而现在可不同 他身负血海深仇 注定与毒魔势不两立 只有成长起来 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 再一个 秦明心中隐隐有些担心 米贝 是圣血拥有者 体内必然有凶性 因为 他一次都没变身的原因 现在血脉中的凶性 并没有影响到他 可一旦他实力突破蛇脊 到达交境 不管他有没有变身过 圣血中的凶性 一定会影响他 按照米贝封的遗言 破解米被身上凶性的办法 在幻须秘境中 但 以秦明的性格 做是喜欢做的保险点 若是幻须秘境 他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 米贝该怎么办 再一个 就算幻须秘境有办法 可也肯定不是一劳永逸的 秦明希望 米贝能够突破交境 能够突破龙境 以后 血脉中的凶性 会伴随他一辈子 只有靠武者真正的实力 把凶性压制下来 才真的可靠 一位武者 连血脉都没办法征服 又怎么能攀登武道巅峰呢 秦明虽然有预清单 但并没有依靠他 只是以防万一 他想要锻炼自己 真正的能够征服血脉 他不希望 自己有一天 被血脉驾驭 这样的武者 太悲哀了 掌握了强大的力量 却是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实力 那四个武者 都为了藏宝图奔波 我相信 肯定有不少武者 也会来寻找宝藏 连玉笑着到 每一次有印宗的藏宝图出现 都会有很多武者 发了风式的寻找 一万年了 所有的都是假的 还会有人不辞辛苦的寻找 你被疑惑到 他们这是有多傻 连玉摇头不是所有的都是假的 倒是有几次是真正的藏宝 不过 并不是印宗总部 只是一个分部 但 就算是一个分部 里面的宝藏 也是价值连城 现在很多道园记 就是在分部中找到的 还有很多单方 以及关于至尊世界的传言 都是从印宗中流传出来的 单舞双绝 第2108章 紫色雾气 难怪无数武者蜂拥而至 明知道是假的 也会花费时间去探寻 米贝是第一次听说印宗的事 但他知道 普通武者 根本没有多少修炼资源 只能冒着生命危险 得到一丁点资源 就这么修炼着 就像刚刚那四位舞者 之所以劫持他们 还不是想要抢夺修炼资源 他还从来没有寻破宝 这藏宝图 有可能是假的 但也有一丝丝 可能是真的 这就为寻宝增添了意义 米贝有了寻宝的兴趣 再加上 在寻宝的过程中 说不定能碰到毒魔舞者 兴趣就更大了 秦明哥哥 这一次杀毒魔 一定要让我出手 我感觉实力进步了很多 米贝高高地举起小拳头 在空中挥舞了两下 说道 好 秦明笑着点头 就算米贝不说 他也会让米贝动手 现在米贝的意志力 和战斗能力 比以前强了 不知道多少 秦明也想看看 米贝的表现 在行走的过程中 连玉和米贝时常比试 以连玉丰富的战斗经验 总能碾压米贝 虽然米贝是圣血拥有者 不管是体质 还是元气 都比连玉强很多 但 不知不觉中 就会让连玉占了上风 这让米贝很不服气 可也知道 连玉却是比他强上不少 米贝觉得 只有经历过真正的实战 才能发挥出他真正的实力 若是能逮到一个落单的毒魔舞者 他想大战一场 只有在生死战斗中 实力才能飞快地提升 B2米贝自信满满 既然准备好了 那我们就出发吧 秦明见米贝休息好了 当即提议出发 听说要出发 米贝苦着脸问到秦明哥哥 我们要去寻找宝藏 能不能保持经历 我们用飞得怎么样 走路实在太累了 若是飞行 要不了多长的时间 他们就能到地方 不行 秦明想也不想地 就拒绝宝藏我不在乎 我更在乎的是寻找宝藏的过程 我们这么一路走过去 你会对这次寻宝印象格外深刻 秦明当然在乎宝藏 这可是印宗的 宝藏中的原石 他可能不在乎 但珍贵的印符 以及万年之前的意识 还有威力强大的道元祭 这些都是秦明渴望得到的 不管花费多少原石 他都愿意交换 可惜 这些宝物 别的舞者根本不会拿出来 这宝藏要是真的该多好 我就能找几分道元祭修炼 说不定还能找到 我为什么能领悟不同的道 能领悟不同属性的道元祭原因 秦明心中 虽然带着一点点期盼 可内心中 他也明白 这份藏宝图 是真的可能性极少 与其最后让自己失望 还不如从一开始 就对他不抱任何期望 听到秦明拒绝飞行 米贝没有办法 只能拖着疲惫的身躯 继续往前走 还好 藏宝图标记的地方 离这里不远 相信用不了多久 他们就能到达目的地 就这样 三人朝着未知的藏宝图 迈开了脚步 丹舞双绝 第2109章 贪心的米贝 似乎是因为藏宝图 米贝忽然觉得 自己没那么累了 众人走走停停 一路上碰到不少舞者 这些舞者 有些眼力尽 并没有如同那四个舞者一般 对他们袭击 秦明们 也碰到过两波独魔舞者 实力都不太强 秦明把他们炼化成了玉明珠 虽然D级的玉明珠 对秦明来说 并没有多大作用 但做成寻魔印符之后 也能交给D级舞者使用 每多一张寻魔印符 对付独魔的优势就多一点 秦明不介意 多收集一些寻魔印符的材料 终于 经过跋山涉水的攀登 秦明一行人 来到了藏宝图所在地 其实根本不需要藏宝图 一路上 无数舞者朝着这个方向行进 只要跟着他们 就能找到最终位置 好热闹 没有想到 这么多人来寻宝 看着漫山遍野的舞者 米贝有感而发藏宝图 十有八九是假的 却能吸引如此多舞者 看来想碰一碰运气的舞者很多 连玉笑到虽然藏宝图甲的居多 可每一次真实的 都让一批人崛起 这是普通舞者崛起的机会 谁不想一劳永逸呢 这里不光有普通舞者 还有不少独魔舞者 不过 秦明眼睛眯起 是一几人警惕 因为他不但发现了独魔舞者 还发现了交进独魔强者 没想到 交进独魔也来参与 这次藏宝图可能并不完全是假的 交进强者 在天龙世界 很少 十几个交进强者 再加些手段 就能组成一个顶尖势力 一个城 池 有多少顶尖势力 一般的小城池 连一个顶尖势力都没有 只有差不多的城池 才有可能拥有顶尖势力 交进强者 已经站在天龙世界的顶端 比交进武者还强的龙境强者 是老祖宗一般的人物 一般是顶尖势力的定海神针 轻易不会出来 这一次藏宝图 很有可能是假的 但有交进武者在场 那么就有那么一分可能 这藏宝图是真的 现在 谁都不知道 藏宝图是真是假 众人集合在这里 就为了寻那么一分机缘 米贝也能想明白其中的道理 他不但不心忧 反而高兴到如果这次藏宝图是真的 说不定我们能得到些宝物 说不定 能杀死一两位交进独魔舞者 文言 秦明沉着脸到米贝 碰到交进独魔 你第一时间逃跑 上次我能击败交进强者 并不是我实力比肩交进强者 运气占主要 一旦交进强者对你出手 都不用第二招 你就会生死 他担心米贝轻视交进独魔 自不量力地上前战斗 米贝的飞行速度是很快 可他一旦展开翅膀 就会被独魔知晓 他拥有圣血 到时候 独魔肯定千方百计地追杀他 米贝的飞行速度再快 也不可能甩掉交进独魔 连玉也是劝到上次我和交进独魔拼了一击 对方一招 就把我长剑击飞 文言 米贝瞬间警惕起来 他和连玉战斗 他不是对手 连玉连一招都抵挡不了交进独魔 他估计更不堪 丹武双绝 第2110章 突如其来的袭击 见到米贝警惕起来 秦明还不放心地叮嘱了几句 在米贝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之后 秦明才不再说话 这里是一座小山 但这山上没有任何植物 全部是沙子 地形很是奇怪 与藏宝图所指示的地方 有很大不同 藏宝图中 所画的是一片丛林 围着一小片沙漠 丛林有 但小片沙漠没了 而是变成了一座沙子小山 沧海桑田 一万年地貌变化 早已经不成模样了 能够找到这里 估计是不少舞者 翻过古籍 秦明打眼朝着周围扫去 众多舞者 三三两两聚集在一起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秦明哥哥 他们在等什么 找到地方 为什么不进去呢 米贝也是见到舞者们 在养精蓄锐 奇怪地问道 越是早点找到宝藏 纷纭的舞者就越少 为什么他们还不动手 在等什么 等更多舞者来 连玉解释道 我想不是他们不想找宝藏 而是时辰没到 印宗 其他成功寻找到的宝藏 都是在特定的时间 特定的地点 拿出藏宝图激活之后 宝藏的具体位置才会显现 不然 就算知道宝藏具体地点 也得不到 这么神秘 米贝瞬间对印宗宝藏 升起了兴趣 这时 似乎见到秦明三人人少 又各个英姿不凡 一位打扮帅气的年轻人 带着两个护卫 打着一把青色玉扇 朝着三人走来 笔人 张艺 见过二位姑娘 你们也是 过来寻宝的吗 年轻人露出一个 自以为潇洒迷人的笑容 对着连玉和米贝打招呼道 至于秦明 他打量了一眼 就不再多关注 而秦明 却是眯起了眼睛 上上下下打量这位年轻人 看着年轻人 花里胡哨的打扮 以及不怀好意的笑容 不知咋的 米贝很是讨厌他 上前一步说到 我们不是过来寻宝 难道是 过来看风景的吗 这里有什么风景好看 明知故问 米贝的一番话 把张艺隔得说不出话来 身后两位身穿黑衣的护卫 其中一位就想上前 给点颜色给米贝瞧瞧 被张艺阻拦下来 他还是那副笑容 对着一旁的脸 遇到你们人手 很容易被坏人盯上 我看不如我们一起吧 别看我人也挺少的 但他们实力高强 一个能对付两位同阶舞者 这年轻人 只有这两个护卫吗 秦明的目光 朝着一旁的角落扫过 那里 有一位老者 表面上在闭目养神 可实际上 一直注意着这里 似乎看到三人实力 都只有蛇镜 放下了警惕 没过多关注 可秦明对关注很敏感 哪怕对方是娇镜强者 他也能察觉 这时 连玉煞有其事地 问到这两位护卫 是蛇镜强者吗 听到连玉的问话 张艺以为 对方有意向和他同行 当即大喜到不错 他们两人都是蛇镜强者 而且不是一般的蛇镜强者 蛇镜强者 与蛇镜强者之间 实力可是天差地别 我这两位护卫 同皆无敌 丹武双绝 第2111章 有毒魔 连玉看了看两位护卫 心中不屑 蛇镜与蛇镜强者之间 实力差距确实极大 但这是说 秦明这类妖念 而不是这两个废物 也许 这两位蛇镜强者 在普通蛇镜强者中 实力还算不错 可比起人杰来 差远了 就他 都能应付过来 比起秦明 更是连提鞋都不配 同皆无敌 只是吹嘘罢了 也就片片没见过世面的人 连玉正要直接拒绝 把他们赶走 就在这时 他目光看到了 秦明正给他打眼色 那意思似乎是 让他答应下来 于是 拒绝的话 变成了答应好吧 反正我们人手 在一起 也能有个照应 嗯 米贝瞬间傻眼 连玉姐答应啊 他可是顶尖家族子弟 眼光绝对不会比自己差 连自己都可以看出来 这年轻人并不是什么好人 他怎么回事 还有 秦明哥哥 为什么不阻止 米贝发现 秦明并没有表示反对 于是 他决定静观其变 若是不得已 他要站出来警告他们 拼到连玉答应 张义喜出望外 这种女人 可不多见 在茫茫人海中 他打眼一望 虽然有女舞者 可比起这边这两位来 差距极远 一个清纯可人 一个温文尔雅 实在是太美了 要不是这里人多 他当场就想把中间那男的杀了 取而代之 放心 只要你跟在我身边 不管什么实力的舞者心怀鬼胎 我都能替你们赶跑 张义拍着胸口 大放厥词 小 女子多谢 张兄的帮助 连玉淡淡点头道 心怀鬼胎的舞者 说的就是 你自己吧 不谢 不用谢 张义摆手 笑问到不知道姑娘怎么称呼 叫我小玉就行 旁边这位叫小贝 连玉介绍自己的名字时 顺便介绍了米贝的名字 他怕米贝不知道情况 把真名透露出来 对于这种心怀鬼胎之贝 什么都要防着一点 和张义说话的同时 连玉一直注意着秦明 这时 他看到 秦明偷偷地给他打了一个手势 那意思是 独魔 瞬间 连玉心中明白 这自称是张义的年轻人 是个独魔舞者 并且 他感觉到 秦明一直在警惕什么 再看这年轻人 出门带着护卫 一言一行中 虽然比之大势力子弟 差了很远 可隐隐之间 有一股贵气 想来 这是因为常年养尊处优 而形成的气质 如此说来 他在独魔中 地位很高 再结合秦明的警惕 很有可能 暗中有强者在保护张义 那么秦明的意思是 先跟着他 然后找机会动手 这一段时间的相处 他们几人之间 有了默契 就几个眼神 再加上猜测 连玉就把事情猜得八九不离十 同时也知道 该怎么才更好的作息 连玉明白了情况 但米贝一点都没看出来 见到连玉答应了张义 还对他表现出清静 米贝心中都快急死了 想要直接说张义的不是 让连玉离他远点 可张义虽然很讨厌 但也没有做出 什么过分的事情来 他找不到借口来拒绝 单五双绝 第2112章 一棍三人 生命迷流之际 他看向年轻人的目光 浓浓的不甘 这是一位强者 一位有着无与伦比前例的强者 肯定是圣血无者无疑 为什么会被他碰到 还没来得及懊悔 就陷入了永恒的黑暗 哄 把碍事的人扫飞之后 秦明长棍猛然往地上一处 哪怕声音经过宫殿削弱 听在几人耳中 也是如同炸雷一般 如此骇然的一击 三个独魔被瞬间震慑 连连止住前冲的步伐 跑 没有任何犹豫 三位独魔舞者 如同有默契一般 转身就跑 哪里跑 秦明心念一动 位移挪步运转开来 瞬间挡住了三人的去路 好快 刚刚建设秦明的力量 现在看到他的速度 几人差点魂都没被吓出来 这完全不合常理 一般的舞者 擅长速度 就不擅长力量 这年轻人 力量大的吓人 为什么速度也这么快 还来不及多想 秦明的长棍 已经横扫而来 我命休矣 三人心中同时闪过一个念头 就直接被拦腰扫断 他们三人的身体硬度 远远赶不上刚刚那位 宋长棍独魔的硬度 自然被秦明一招扫死 杀死三人 秦明看都不看 来到米贝和连狱身旁 这里因为紫色雾气的阻挡 他只有跟在两人身边 才能保护他们 好 好强 战斗发生得很快 连狱全程 眼睛都没眨一下 他见过秦明出手 对战的是交劲独魔 当时秦明一直是下风 因为层次不同 他根本没有看出 交劲强者的恐怖 同时只是感觉到 秦明能与交劲强者短暂的抗衡 实力很强 但没有深刻的认识 现在 四个对他来说 远远不能战胜的独魔舞者 就这么被杀死 连狱才知道 原来 秦明的实力 强大到了这种地步 估计 秦明现在的实力 已经能和普通的交劲强者 相抗衡了吧 真是不可思议 圣血舞者能变身 不知道他变身之后 有多强 这四个独魔舞者 若是围攻自己 连狱觉得 自己哪怕使出所有的手段 也是必死无疑 差距太大了 就最先冲过来的那位持长棍的独魔舞者 他感觉自己 只能拼个半斤八两 哪怕他最后胜了 也一定会受伤 何况 那只是其中一人 另外三人 与持长棍独魔为伍 实力肯定也不差 不说四个同时对付他 就算只有两人 估计他都凶多吉少 以前 他为自己在家族同辈中 五到十里遥遥领先 感觉骄傲 但现在 有了秦明的对比 他瞬间醒悟过来 那些在城池内 被称之为人杰的势力天才 并不算什么 只是他们自己标榜 自我陶醉而已 真正的强者 是不屑于为了名声而表现自己 真正的强者 就如同带着翘的宝剑一般 只有在需要的时候 才会长剑出鞘 锋芒毕露 连狱看向秦明 那伟岸的身影 手握着腰间的长剑 心中下定决心 就算比不过他 也不能差太远 单舞双绝 第2113章 什么宝物 自己看中的女人 居然躲在其他人身后 这个奇貌不扬 嗯 长得比自己帅一点的男子 有什么了不起 不就是先认识他们吗 见到张义这种时候 还在注意女人 身旁的两位护卫 轻轻地拉了拉他的袖口 顿时 张义反应过来 现在最重要的 可不是女人 女人失去了 以后可以再碰到 虽然这种级别的美人 很少能碰到 可只要有心 还是能找到的 但 错过了这次印宗宝藏 这辈子可能就错过了 所有人都注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 心中担忧的同时 极其的亢奋 这若是印宗总部 随便拿点宝物出来 以后修炼的资源 就不用发愁了 子子 只见无数蓝色光芒在天空闪耀 组成一幅幅奇妙的图像 秦明瞬间就被图像吸引 专注地看着变化 这是印符 这是由无数龙极印符组成的图案 真是大手笔 有武者感叹道 经过他的提醒 众人都反应过来 越来这是印符 是龙极印符 这么大的手笔 也只有印符能够做到了 众人心中一定 这次的宝藏 一定是印符的 快看 印符在变化 这是一套组合印符 应该是阵法 有人指着天空 大呼小叫道 秦明一直盯着天空 以他的眼力 印符升天的同时 他就判断出来了 这估计是阵法 万年之前的印符 有如此深厚的印符造诣 他是怎么灭亡的呢 就凭借着这一手 不同凡响的印符 不管来多少交集强者 都没有任何用处 印符和丹药不同 丹药只是起到辅助作用 可印符 特别是龙极印符 可是能自己发挥出战斗力的 若是有无数龙极印符组合 能杀死龙镜强者 如此强大的印宗 怎么说灭就灭了 以印宗当时的实力 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天龙世界霸主 秦明想不明白 随着一张张印符飘起 地面颤动得更加厉害 无数腾空的武者 如同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在身上压着一般 被直接镇压在地面 是净空阵 武者们惊呼 若是印宗提前布置了杀人的手段 以印宗的实力 很有可能把我们都留在这里 有武者担忧不已 甚至有人胆子小 见到如此异象 已经开始逃跑 可不知道何时 周围已经升起了一道无形的光幕 阻挡他们出去 同时 外面赶来的武者 也被这道光幕阻挡 这是无数龙极印符组成的阵法 更是与这方天地连在一起 就算是龙镜强者来了 也不可能攻破 有印符师 看着天空中飘荡的阵法 惊骇不已道 他们眼中满是痴迷 这是他们从未见过的印之道巅峰 原来印符还能如此 就像是给他们印符之道 打开了一扇崭新的大门一般 连家是主业就是印符 连狱自然是印符师 而且他天赋不错 已经达到了蛇级 可看着天上飘荡的印符 感到微微有些头晕 这印符摆成的阵法 看上去似乎很了不起 可到底有什么玄傲 他看不出来 单武双绝第2114章 偏殿 在无数舞者惊呼声中 地面开始上升 一座百丈高的宫殿 映入众人眼帘 宫殿似乎是一直在地下 墙面上都是泥土 可从偶尔没有被泥土遮掩的墙壁上 众人看到了散发着绿色光芒的玉石 整个宫殿 所有的墙面 似乎都是用玉石建造 地面 也不是普通石头铺成 没有一个舞者认识 这到底是什么材质 只觉得气势非凡 高贵非比寻常 众人如同没见过世面的土鳖一般 东丑丑西苗苗 有舞者 更是贪婪的 想要挖掘出玉石 可不管他们拿出什么工具 在墙上地面悄悄打打 都没有办法伤害他分后 白费力气 有应服师不屑到这宫殿 与其说是一座宫殿 还不如说是一个巨大无比的阵法 整个大殿都相连 想要敲一块石头下来 除非有龙镜的实力 闻言 舞者们不甘心地又是了事 不管是墙面 还是地面 都是纹丝不动 不由 他们相信了应服师的说法 这里有龙镜强者吗 没有 本来众人就是运气试探一下 根本不指望 这里真的有宝藏 没想到 还真有 龙镜强者 都是一个顶尖势力的镇山之宝 轻易不会外出 为了一张 不知道真假的藏宝图 不再作证势力 这是不可能的 没有龙镜强者过来 太正常不过了 张义忽然心中一动 没有龙镜强者 是不是意味着 焦劲强者在这里称雄 他看 像一旁的老者 心脏忍不住 平平直跳 这里焦劲强者可不多 而守卫他的焦劲武者 比一般的焦劲武者 可要强不少 说不定 他的实力 在这里属于最强的一批人 如此一来 可就大有作为 不过 张义心中 还是舍不得小玉 眼见就要到手了 现在似乎没时间 去管女人了 见到张义 似乎还被女人吸引着 不肯以大事为重 旁边的护卫 连连提醒 嗨嗨 张义咳嗽了两声 对着连玉拱手 道我带着宗门任务 必须要以宗门任务为重 对不起了小玉 小辈 米贝一脸不屑去 去完成你的任务吧 连玉回了一礼 表面上带着失望的表情 真是可惜 见到连玉失望的神情 张义差点一个心软 就留下了 这时 有舞者忽然惊呼到宫殿门开了 开了 冲啊 此事不抢 更待何时 宝物都是我的 你们给我住手 无数舞者 朝着打开的大门 蜂拥而去 听到宝物两个字 张义哪里还顾得上 和连玉聊天 当场就带着两位护卫 转身就走 朝着大殿门冲去 同时 远处暗中保护他的老者 见到张义放弃女人 不由暗自点了点头 随即跟着张义 身后不远处 眨眼之间 张义的身影就消失不见 无数舞者 也是以极快的速度 进入宫殿内 很快 刚刚还热闹纷纷 现在忽然冷清了下来 只有远处 正气急败坏的 想要破坏光幕的 一群舞者 正在那里捣鼓着 单舞双绝 第2115章 可能的印宗总部 我们也进去吧 见到大多数舞者都进去了 秦明淡淡道 对于普通宝物 他并不感兴趣 还不如留给其他舞者 糟糕 连元书被留在外面了 这时 连玉忽然发现不对 说道 秦明朝着斜角看去 果然 连元正对着透明光幕攻击 可并没有丝毫效果 攻击了几招之后 连元也知道 以他的实力 不可能攻破 无奈看着秦明几人 连元一般在比较远的地方 暗暗保护 可没有想到 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他被隔在外面了 三人走到光幕前 连元书 放心 我不会有危险的 见到连元眉宇之间很着急 连玉连忙道 放心 我会保护好连玉的 秦明承诺道 见此 连元点头秦明 拜托你了 秦明要保护米贝 又要保护连玉 他虽然实力超群 可终究有心无力 但这种情况下 又能怎么办呢 难道让他们不进宫殿 宫殿外面 也不一定比宫殿里面安全 当舞者们得到宝物出来后 没有抢到宝物的舞者 很有可能会对外面的人动手 秦明三人 表面上实力并不强 很容易被人当作目标 宫殿如此之大 躲在里面 说不定还安全一点 而且 他也知道秦明的性格 他不是对宝物贪婪的人 一定会以己人的性命为重 若是其他舞者 他说不定担忧地上蹿下跳 但秦明莫名地让他安心 莲玉小姐也这么大了 需要自己闯荡 这一次没有我在身边 说不定是一个机会 以后因为独魔的原因 天龙世界肯定会乱成一团 莲家虽然强大 但在前所未有的乱局之中 也难以顾全所有 舞者终究要靠自己 莲元心中自我安慰 和莲元又说了些话 秦明三人朝着宫殿内出发 他们进宫殿时 所有的舞者都已经进去了 入宫殿 一阵恍惚 秦明几人被紫色的雾气包裹 这些雾气 似乎带着莫名的力量 明而不散 秦明视线无法穿透它 你们跟紧我 千万不要走散 见此 秦明沉声道 这雾气 不但能够遮掩视力 经过试探 他发现 连精神力和声音 都有着极大的削弱 一旦几人分开 再想会合 很难 莲玉也发现了 事情的严重性 他沉重地点头 而米贝第一时间想到的 不是危险 而是有趣 真有意思 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景象 现在 我就像在天上宫殿一般 这些紫色雾气 如同云一般 远处的雕蓝玉气 若隐若现 别有一番风味 他们说话的声音 经过雾气的削弱 变得极其小声 如同不敢高声言语 文言 琴鸣一愣 看向四周 还真像米贝说的那样 不由轻笑 他忽然觉得 自己太过担心了 首先 交进舞者 近来的极少 估计也就几个 他们现在 肯定在忙着争夺宝物 而普通舞者 哪怕实力达到蛇镜 也远远不是他的对手 其实并不用特别担心 单舞双绝 第2116章 双胞胎毒魔 几人都是舞者 若是这点危险都惧怕 为什么不躲在城池内呢 在外面 舞者本来随时随地 都会有危险 秦明忽然发现 自己不知为何 越来越谨慎了 谨慎是应该的 可光有谨慎 永远也成不了事 舞者若是连 这点危险都怕 算什么舞者 他还不如回城池 安安心心地 做个炼丹师 对了 秦明哥哥 那张义一看 就不是好人 为什么你不阻止 米贝疑惑地问道 刚刚在外面 舞者不少 现在有紫色雾气在 他们说话的声音 只有自己几人 才能听到 米贝才敢放心 大胆地问 刚刚那几人是毒魔 张义是毒魔中的 重要人物 附近有一位 焦镜毒魔 秦明解释道 我本来想找机会 看能不能偷偷 杀了焦镜毒魔和张义 所以才没有让连玉 拒绝他们的邀请 连元的实力 比之对方焦镜舞者 就算打不过 阻挡肯定不是问题 他杀那三个 蛇镜毒魔 轻而易举 到时候 再和连元一起围攻 焦镜毒魔 就算不能把他留在这 也没有任何危险 那张义 有专门的焦镜强者 在旁边保护 一看就知道 是毒魔中的重要人物 杀他一人 可能胜过杀十位 焦镜毒魔 原来如此 米贝点头 有些遗憾到可惜了 没想到藏宝图是真的 要不然 张义一定会死 秦明倾笑到 没什么可惜的 说不定在这里 我们还会碰到他 有 机会 我们就动手 没机会 就算了 杀毒魔重要 但保护自己的生命 才是最主要的 米贝不以为然 到这里连路都看不到 就算面对面 也不一定能遇到 秦明哥哥 你说有没有办法 把这里的紫雾给驱散 开始还觉得 紫雾很好玩 但现在发现 紫色雾气 会阻挡他们找毒魔 米贝瞬间就改变想法了 不可能驱散 连狱摇头到整个宫殿 就是一座巨大的阵法 这些紫色雾气 是阵法运转而成 想要驱散 除非把整个宫殿的阵法 都破解了 破解整个宫殿的阵法 别说秦明了 就算是整个天龙世界的 应服师都来了 也不可能在短时间 把阵法破解 随着吸入紫色雾气 秦明忽然觉得 身体有些变化 似乎他血脉中的凶性 被压制住了 本来因为一宝神秘能量的原因 他血脉凶性被压制 若是不变身 三年之内 他都不用担心血脉凶性 会影响到他 现在血脉凶性 似乎又被压制了一些 虽然不多 可确确实实被秦明感觉到 这紫色雾气不简单 秦明沉生到 他能压制我血脉中的凶性 真是奇特 能压制圣血血脉凶性的东西 除了丹药 只有一宝 这两样东西都极其珍贵 这么多雾气 若是他全部吸收了 说不定能够压制血脉凶性很长一段时间 压制在长时间又有什么用 一旦我血脉进阶到焦急 所有的压制将没有任何效果 秦明忽然想到这 顿时对紫色雾气 没有多少兴趣了 丹武双绝 第2117章 毒攻击 若他现在血脉 没有任何东西压制 吸收雾气 能压制血脉 是极其难得的 毕竟 靠自己意志去压制凶性 很费心神 在这种危险的环境下 秦明不敢有丝毫分心 有三年时间 秦明相信 他能在三年内 让血脉突破到焦急 自身的实力 也突破到焦劲 现在最要紧的 是让心境提高 能压制住焦劲之后 血脉中的凶性 一宝中的能量 除了压制血脉凶性以外 似乎可以剔除凶性 只不过蓝湖下方的那一宝 能量似乎被用了大部分 所以才没有效果 不知道连家的一宝 能不能让我血脉凶性剔除些 蓝湖的一宝 之所以能量不多 秦明怀疑是米腐风吸收了其中的能量 毕竟 米腐风是龙镜强者 又是千年之前与独魔战斗的顶尖力量 肯定多次变身过 每一次变身 体内的凶性就会激发出来 米腐风变身的次数 一定不会比自己少 如此一来 他体内的剩血的凶性 肯定强大到了米腐风已经压制不住的地步 他压制不住 只能靠外力 而那一宝的能量 必然是最佳选择 连家没有剩血舞者 估计一宝中的能量很多 我若吸收之后 说不定能把血脉进阶到交集 甚至剔除一些血脉凶性 秦明对连家的一宝 充满了期望 但 他并不把所有的期望 都寄托在一宝身上 自己体内的血脉 必然要靠自己征服 血脉凶性 也是血脉的一部分 只有真正的战胜它 才能真 正的拥有它 秦明猜测 想要达到五道至高 必然需要舞者战胜自己血脉 不依靠任何外物 借助一宝只是暂时的 秦明终究要靠自己 只是 现在天龙世界独魔 马上就要爆发 小世界秦家和话语宗众人 也很快就会吸收原始血脉 进阶原始 他们来天龙世界 秦明希望 到时候的天龙世界 不是正在与独魔 展开生死存亡的战争 而是一片安详和平 家人的安全 在秦明心中高于一切 这里如此不简单 说不定有对你血脉有用的宝物 这时 连狱思考了一会 忽然说道 嗯 秦明收回思绪 想了想赞同到不错 很有可能对我血脉有用的宝物 毕竟 印宗在万年之前 就强大的没有边界 留下了无数宝物 有对血脉有用的宝物 也很正常 想到这 秦明忽然对这次探宝 有了浓厚的兴趣 你说这里面 有没有适合我用的道元剑 米贝突然露出西记的眼神 连欲笑到你才只是蛇镜 连道都没有掌握 就算有适合你的道元剑 你也不可能领悟 这样啊 米贝撇着嘴 难难到那算了 还不如找到有用的东西 比如能够发挥一击杀了交进强者的应符 或者吃了就能进阶的担药 贪心 秦明刮了刮米贝高高翘起的鼻子 哪里有这种应符 就算有 也不可能存在这里 估计得到至高事件 才有可能寻到 至于米贝说 能够直接让舞者 实力进阶的丹药 就更加不可能了 米贝这是因为修炼太难了 偷懒的想法 单舞双绝第2118章 方柱 听到秦明说自己贪心 米贝做了一个鬼脸 不知怎的 经过米贝这么一闹 几人对这次探饱 充满了期待 几人边往前面行走着 一边警惕着周围 秦明哥哥 这里雾蒙蒙的 看不清路 我感觉自己 好像在原地打转 米贝看着周围 皱着眉头道 秦明找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只是为了不让两人担心 才没有说出来 他一直在试探着 找到正确的方向 可他发现 不管他走的是直线 还是弧线 都偏离了原来的方向 倒不是在原地打转 只是东走西歪 前进的急慢而已 也许是迷雾 也许是阵法 他们让我们的感觉失灵了 我们的感觉 在这里都是错的 秦明沉思议会 找出了原因 连玉笑道无所谓 反正我们对这里 也不熟 随便走 找宝物就行 正说着 有一个舞者突然从窜出 二话不说 就对着连玉袭击 他手持一把大刀 面露凶狠之色 没有任何言语 看他没有任何意外的表情 秦明就知道 他肯定是一直躲在转角 等到有人接近之后 就抱起偷袭 找死 秦明眼中凶光一闪 人已经出现在连玉身前 对着他大刀一拳轰去 烈焰已经戴在手上 散发着浓烈的热浪 拳位置 风一动 哄 一声剧烈的响声 持刀武者已经被秦明 直接按在了墙上 胸口被自己的大刀冻穿 原来 秦明的一拳力道太大 直接连刀 按在了他身上 B2 用刀背 把他一刀两断 武者临死之前 看向秦明的眼神 满是惊恐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次偷袭 居然踢到了如此硬朗的铁板 如果知道秦明这么强 说什么他也不会动手 可惜 没有如果 秦明把手放开 武者直直地从墙上滑落 血液流满地 他目光扫过墙角 那里有几具尸体堆积着 看来 他没少杀人 这是一个专门行截道的蛇镜武者 刚刚那一击 普通武者根本挡不住 这里紫色雾气又诡异 杀完人之后 逃跑 根本追不上 瞬间 秦明就想明白了来龙去脉 文言 连狱厌恶地看了地上武者一眼 点头倒不错 刚刚他突然出现 若是平常舞者 根本不可能反应过来 杀完一个人 若是能够对付 肯定会把我们全灭在此 若是打不过 逃跑 这里的紫色雾气 是天然屏障 听到连狱的分析 米辈粪愤然到真是岂有此理 居然有人 把我们当成目标 这紫色雾气 实在是太讨厌了 要是没有这雾气 老远我就能发现它 它根本没有偷袭的机会 紫色雾气 掩盖了舞者的气息 偷袭防不胜防 刚刚 米辈等到秦明出手 才发现有人偷袭 若是他一个人 被这舞者偷袭 根本反应不过来 说不定 他堂堂的圣血舞者 就死在了这种人手里 米辈如何不气 单五双绝 第2119章 轻视 气愤的同时 米辈也是感觉到 自己实力太差 不 并不是实力太差 而是他根本没有发挥出 身为圣血舞者该有的实力 自己战斗经验太差 出去之后 我一定好好修炼 米辈大声地下定决心 一旁的秦明 听到米辈的话 轻轻地笑得好 这可是你说的 出去之后 我会监督你修炼 文言 刚刚还一副慷慨激昂的米辈 瞬间变成了苦瓜脸 轻声道可不可以不那么累 见到米辈如此可爱的模样 秦明和莲玉 哈哈大笑 正在这时 秦明笑声突然戛然而止 低喝道 有毒魔 瞬间 几个黑影出现在众人面前 听到秦明的低喝声 脸色猛的一变 二话不说 对着秦明一行人杀来 该死 寻魔应符探查的范围 也被削弱了 秦明心中忍不住吐槽 这宫殿实在是强大 不但能削弱武者的感知力 居然连应符的探查范围 也能削弱 这么近的距离 才发现毒魔 低喝一声提醒两人 居然被他们听到了 知道自己三人 发现他们的身份 不拼命才管 毒魔发起了攻击 秦明刚刚才收回的烈焰 又被召唤出来 他站在两女身前 神情凝重地看着这群人 见到他们的速度 心中松了一口气 这四个舞者 似乎都只有蛇镜的实力 对付蛇籍毒魔 秦明还是有把握的 虽然普通蛇镜毒魔 比普通舞者强很多 但对他来说 都一样 死 见到一位年轻人 不知死活地站在自己等人面前 一位手 拿肠棍的毒魔 嘴角翘起 脸上带着争鸣的笑容 手中的长棍 高高抬起 一棍挥下 他浑身的肌肉 高高鼓起 这一棍 气势十足 配上他可怕的表情 多少舞者 直接被吓得手足无措 他似乎已经看到 年轻人脸上露出惧怕的神情 可惜 他失望了 秦明并没有把注意力全部放在他身上 而是紧紧地盯着四人 似乎打算同时抵挡四人的进攻 见到年轻人如此轻视自己 持长棍的蛇镜毒魔 脸上的笑容收起 换成了怒容 脸上的疤痕 配上他身上的杀气 让他看起来格外恐怖 去死吧 他大吼 前进的速度极快 长棍已经挥下 没有人能借助他一棍 他有十足的信心 碰 一声闷哼声 秦明看都没看 抬手直接抓住了长棍 手稍稍一转 毒魔感觉有从棍上传来了一股距离 他一直对自己的力量自信 棍上传来不可抗拒的力量 让他心中骇然 抬起头 看向秦明的目光 充满了恐惧 这年轻人 表面上看去 温文尔雅 如同一个世家公子 如此单薄的身躯 为什么会拥有如此惊人的力量 完了 在看到年轻人夺去长棍之后 直接一个横扫 他脸上露出了绝望 若刚刚发生的不是错觉 那么这位年轻人的一棍 他躲不掉 身体也承受不了 果然 一棍下去 他就感觉 腰间如同被从天而降的巨石击中 没有任何反抗之力的横飞 直接撞到一旁的墙上 丹武双绝 第2120章 可不可以跟着你 生命迷流之际 他看向年轻人的目光 浓浓的不甘 这是一位强者 一位有着无与伦比前例的强者 肯定是圣血无者无疑 为什么会被他碰到 还没来得及懊悔 就陷入了永恒的黑暗 哄 把碍事的人扫飞之后 秦明长棍猛然往地上一处 哪怕声音经过宫殿削弱 听在几人耳中 也是如同炸雷一般 如此骇然的一击 三个独魔被瞬间震慑 连连止住前冲的步伐 逃 没有任何犹豫 三位独魔舞者 如同有默契一般 转身就跑 哪里跑 秦明心念一动 位移挪步运转开来 瞬间挡住了三人的去路 好快 刚刚建设秦明的力量 现在看到他的速度 几人差点魂都没被吓出来 这完全不合常理 一般的舞者 擅长速度 就不擅长力量 这年轻人 力量大的吓人 为什么速度也这么快 还来不及多想 秦明的长棍 已经横扫而来 我命休矣 三人心中同时闪过一个念头 就直接被拦腰扫断 他们三人的身体硬度 远远赶不上刚刚那位 宋长棍毒魔的硬度 自然被秦明一招扫死 杀死三人 秦明看都不看 来到米贝和连狱身旁 这里因为紫色雾气的阻挡 他只有跟在两人身边 才能保护他们 好 好强 战斗发生得很快 连狱全程 眼睛都没眨一下 他见过秦明出手 对战的是 交近独魔 当时秦明一直是下风 因为层次不同 他根本没有看出 交近强者的恐怖 同时只是感觉到 秦明能与交近强者 短暂的抗衡 实力很强 但没有深刻的认识 现在 四个对他来说 远远不能战胜的独魔舞者 就这么被杀死 连狱才知道 原来秦明的实力 强大到了这种地步 估计 秦明现在的实力 已经能和普通的 交近强者相抗衡了吧 真是不可思议 圣血舞者能变身 不知道他变身之后 有多强 这四个独魔舞者 若是围攻自己 连狱觉得 自己哪怕使出所有的手段 也是必死无疑 差距太大了 就最先冲过来的 那位持长棍的独魔舞者 他感觉自己 只能拼个半斤八两 哪怕他最后胜了 也一定会受伤 何况 那只是其中一人 另外三人 与持长棍独魔为伍 实力肯定也不差 不说四个同时对付他 就算只有两人 估计他都凶多吉少 以前 他为自己在家族同辈中 五到十里遥遥领先 感觉骄傲 但现在 有了秦明的对比 他瞬间醒悟过来 那些在城池内 被称之为人杰的势力天才 并不算什么 只是他们自己标榜 自我陶醉而已 真正的强者 是不屑于为了名声 而表现自己 真正的强者 就如同带着翘的宝剑一般 只有在需要的时候 才会长剑出鞘 锋芒毕露 连玉看向秦明 那伟岸的身影 手握着腰间的长剑 心中下定决心 就算比不过他 也不能差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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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能差太远 我可以说